不过就算对什么事情不满 也真的不要随便乱骂人 来看宜兰有一位黄姓大学生 他在宠物论坛上回复了女网友 说他年纪大了 是更年期到了吗 好 这句话呢 结果遭对方提告判罚2000块 我们去跟打门头 黑色小猫趴在床上表情好无辜 因为乱尿尿还装可怜 自主男大生头好大 上宠物论坛po文要请大家帮帮忙 因为金牌女网友回复 这种问题很常见 要po文的男子多用点心爬爬文吧 男子随后回复 每只猫咪的情况都不同 反问po文的女子是 年纪大了吗 更年期到了吗 还有阿姨好好管管手指头 不要乱打字 这样的回复让女网友不舒服 再度回复要男子公开道歉 否则法庭界 这个言语已经 这个是对人一个轻蔑的表示行为 那已经让这个人 不舒服 骂人老 黄信南大生遭判罚2000元 另外在嘉义有两位国立大学的外语系教授 双方发生争执 其中一位陈信教授写email 烙音文 苏信教授收到后 一看大为光火 认为名誉受损 提出告诉 来看看Charles的意思 根据网路字典 有孩子般的意思 民事法庭法官认为 有贬低的含义 判罚5万可以上诉 同事网友撕破脸 同位脏话 上法院还得赔钱 认为林山绍子阳 一栏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